今天厲害了 來開這台很多男人心中的夢想車 賓士的G-Class 那今天打算開這台去上山下來 去爺爺營釣釣魚 過一個舒服的一天 但是車主不是我啦 是我同學 來 車主在這邊啦 混得不錯嘛 還可以 還可以 五年沒見了 我覺得你看起來沒什麼變 變帥吧 可能還是差我一點 綜藝帥了 好啦 趕快來介紹一下車子 我看到你最前面就有裝這個 好像是捲線器 對啊 你看車子裡面有歪壓色 這個叫做腳盤 例如說越野 滿面的 搖掐 搖掐什麼 我們就可以把它自己脫困 它的拉力是9000磅 9000磅就相當於可以拉 大概四五噸的重量 等於說我拿這一顆 去釣藍金 手柄都還可以拉起來 人家進釣啊 那這一個我看好像是 也是另外加裝的吧 這一個 這個是保桿 這一款是叫做狩獵架 螺絲轉開 可以放下來 打到一頭路 或者是山豬 可以把它扛上來 前提是扛得上 去夜店撿到一個 可以放上面 哎呦 那我要幫它弄舒適一點 哈哈 不然回家全身浴親 喂 車燈跟霧燈 以前其實用就用很好 是 它是黑拉代工的 那這是算 乳素燈嗎 算是乳素燈 腳燈 為什麼坐在上面 因為它以前是像軍車嘛 對 它在閃的時候 它上面是看得到 對 亮度是很夠 沒錯 那這個引擎搭載是哪一顆 這一顆是搭載 M103直列六缸的 3000cc的引擎 然後像這個輪框是 我今年才改的 就它不是原裝的 其實原裝的不是長這樣 對 它這個品牌是 RWB 是改那個 日本一個改保持捷的品牌 這個是朋友引進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來試試看 這是不是也不可以 差不多一本 這個呢 它是涉水線 是 涉水線就是說 涉水的高度 盡量是不要超過這裡 呼吸孔 原本是在這裡 是 對 但是我把它加高到這裡 不是說變潛水艇 不是說可以 我可以開到這裡 我還要呼吸 沒有啦 我也是 帶氧氣造就好 哈哈 飛氣瓶 對啊 沒有啦 我也是怕 怕內裝會進水 所以我們盡量還是玩 安全一點 讓我聽聽看成功的聲音 來 試試看 要這樣壓嗎 壓 沒錯 蓋囉 好 跟頭打就是不一樣 哈哈 而且它這個門是有重量的 對 它是有重量的 而且你如果說 關 你太輕的話 它其實是 是關不上 它這樣是沒有關好的 它是要有一點 力氣 來 我還看到一個 非常有年代感的東西 它的車窗竟然要用搖的 很久沒看到 因為 做這樣設計 除了就是 電動窗還不夠 那個 鋪肌 這是完全不會壞啦 這是純機械式 純機械式的 對 手動機械式 這是為什麼叫做 車窗搖下來 這還可以拿來練手術呢 沒錯 其實我們那一裝有全部重做了 因為畢竟這 三十幾年的車 難免 一定會髒啊 破損之類的 對 那像這個格子布 你也剛好看到一個蠻重重點 就是 G-Class 它有一對夫妻 老夫妻 他們開了 G-Car 環遊世界 兩百多個國家 然後開了 七十幾萬公里吧 然後他們的內裝就是用這個格子 對 很經典的一個花紋 那這台車的車重大概在哪裡啊 車重大概在三噸 三噸 對 差三噸半噸而已 而且我可能已經 接近三噸半不遠了 我們有加裝這個 這一座好像就在一兩百公斤 這個要載什麼用的 耍帥用的 我沒有載過 我沒有用這個載過東西 裝逼是要花錢 對對對 油耗大概就多少 一公升大概在五公里上下 但是它的油箱應該是還蠻大的 對蠻大的 我的這一台的好像是在 八十升那邊 一桶酒吧就是大概在三千出頭 那這邊還有一個拖車勾 是的 那像以後我如果想要拖露營車 對 或者是拖一台板車 可以載摩托出去 這個就用得上 而且這台車扭力也夠 不用幫忙勾力 也夠 這是通往天堂的階梯 哈哈哈 你可以猜猜看 猜猜看 來 夠力 夠力 夠力啊 當然 油箱蓋在這邊 你加油的時候比較不用排隊 為什麼 因為很多是在左邊 哦對啊 機車在左邊 你這個在右邊 欸你這樣講有通哦 這台車看起來這麼大 誰都要讓你 要 沒有要加比較久一點 是啊 八十升 對 八十升 那這個貼紙是什麼 這個貼紙呢是我們社團 會長所設計的 Stronger Land Time 它是G-Car的slogan 它意思就是 只會越來越強壯 對 啊像這個貼紙也是 這我設計的 Nice to me G-Club 這是我們社團 那有FB跟IG可以追蹤一下嗎 有 哦可以可以 Nice to me G-Club 台灣 對 這一定要追一下 沒錯 再幫我們秀出來 沒問題 哦呦 OK吧 挺高的 現在來到車頂 對 我覺得這一塊可以野餐 可以啊 我素吸 只是它是鋼板 對 天氣熱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像這煎蛋 真的 煎 我有時候就是晚上啦 是 哦就是可能想要出去放空的時候 我就開到我們家後面山上 看星星 坐在上面就很適合 我就躺在上面 啊這晚上就冰冰涼涼涼 對啊對啊 很舒服 那你不能突然睡著嗎 不然你滾下去 哦這個不能不能睡著 不敢 差點睡著啦 那我就醒來了 這上面是真的蠻舒服 這個後座空間 蠻寬敞的 對啊 夠帶你去釣魚啦 夠啊 我這個放 你給 二絲把釣乾了 沒問題 沒問題 再放兩個冰箱 釣好釣滿再回家 那我看這兩邊還有這是什麼 這是椅子 椅子哦 對 這一台算是 台灣 比較少有 九人做的G卡 對來我放下來 給你看一下 很小啦 我覺得我會頂到頭了 對啊 好像偷渡客 我覺得做小朋友 或是 做小朋友 教小女生 是可以 我覺得它雖然說是老車 但是我覺得風雲流存 迷人的地方 這老的儀錶板 基本上它 其實我覺得它給的資訊 就夠了啦 轉速表跟時速表 是一定要有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是機油壓力 然後水溫 以及油表 傳說中的三把鎖 G卡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這個三把鎖 就是有順序的 一就是中叉 中叉速器鎖定 後叉速器鎖定 然後第三把是 前叉速器鎖定 對 那在越野路面呢 我們為什麼要把叉速器鎖定 就是避免它力量的損失 以及它的力量的分配 通常比較少用到前面 其實中後 足以應付很多路面 就是越野路面那些都夠 然後我看了一下 這台是手排的 對 那手排有個好處就是 不太會壞 但是比較麻煩 這時候你訓練的手速 對 就可以應用上 還有這一隻 這一隻是什麼 這一隻是嘉莉象 在副座這邊 還有一根把手可以握 這樣子 我就可以站起來尿尿了 如果再應付一些 奇區路面的話 這個把手就很好用了 現在時候差不多 上山下海區 出發 快到了 快到了 弄起來 先開始要當搖頭啊 有點東西哦 琳B要老闆了 老闆 俏年雞 俏年雞 直接這樣就過去了 這邊才是真正的搖頭娃娃 扎銀點刀啦 可以耶 你到這邊覺得整個世界變不一樣 然後我徒弟在那邊先幫我們釣晚餐 行嗎 等一下來幫你 然後帳篷我們已經先打好了 車頭朝向出去的路 以免到時候出大水喔 到時候比較好撤離 剛剛有釣到你給我放掉 剛剛還沒拿我 這樣我捕魚 康樂鼓掌交給你生火了 是啦 哪有人拿那個燒的 這個到時候會清煙喔 一秒變神明廳 來 兩盞喔 笑耶 笑耶 來啦 開趴了啦 來 漂亮 好久不見 真的 五年沒見了吧 一畢業就沒見過了 對啊 先來吃龍虎斑魚下巴 這是朋友贊助的 好料 你看 跟手掌一樣在 哇 來啦 我先幫你釋毒 喔 超彈牙 真是找對朋友了 喔 喔 那個皮 那個皮 帶勁 喔 肉超彈 真的很鮮耶 真的很鮮耶 來下面一位 這厲害了 黃魚 平常要吃還吃不到 一夜乾的咧 哇 上菜 它這個魚油脂好多 哇 哇靠 這肉好細喔 很香耶 一直飄出來 等它吃吃看就知道 什麼叫入口雞 喔 來我先啃它頭 什麼都沒吃到 幾品 金黃酥脆 哇 有啊 嗯 很香 那個肉很細緻 不說了不說了 我直接開烤 不用說了這個 黃沙 紅衣小女孩嗎 黃沙 跟它差遠了 會會會 它是紅衣小女孩 你就是大野狼 哎呀 吃過黃魚之後 這個 感覺滴了兩個檔次 哎呀 雖然說還是好吃啊 可惜我們黃魚應該放最後吃 應該是一個階層 對對對 真的 有 我來去探探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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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的馬口 現在快冬天還有婚姻社 好漂亮 大隻啊 用泡麵釣魚 用這韓國辣泡麵 它的麵條比較粗 滿適合用勾的 把它勾上去 牽吊 中囉 一下去就中 好爽 有午餐了 有午餐了 他們好像對泡麵失去信任了 我剛掉下去沒有來吃 又中一條 哇 太好釣了吧 席哥又一隻 很可愛 我中一隻石冰 你要不要吃 石冰喔 拔到牠屁股了 我也是沒吃過石冰啊 用炸的都一樣 請吃 好 有熟吧 是脆的吧 好吃耶 懂炸喔 有炸到酥 可以 好酥喔 我吃把它切比較平一點 讓它 馬上可以吃到油 應該再掉多一點了 對啊 好樣 兩隻也 兩隻吃個毛啊 一下就沒了 好香耶 越吃越刷 越刷水 完蛋 再去掉 可以 還撒上那個 脂肪粉 很搭 還想吃耶 還想吃喔 再去掉 那下次了吧 好好好 大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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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